我覺得說在各種親密關係 所導致的這種親密的影片 他對於性隱私權的妨害 其實尤其是對女性的傷害特別大 所以在這次的修法裡面 我們也認為說 如果是同意的 所錄製的這些影片或照片 他如果在未經當事人同意之下 然後有散佈 不法的散佈或傳播的話 其實也應該要去保障 這些受害者的權益 然後加以修法來處罰 所以在現行法令 我們發現有三大不足 也就是說 關於性私密影像的刪除的部分 也就是說不管是合意 或者是竊錄 這個性私密影像 是否應該要要求刪除 那在法令上 過去有這樣子的漏洞 我們也希望藉由修法 把這一塊來補足 那另外 最重要的是網路平台業者的下架義務 這也是對於被害人造成傷害 是最永久而且無法彌補的 那過去其實在法令上也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相關法令 所以會導致說一旦影片被上傳 或是散佈之後呢 他就是永久的流傳跟散佈 那對被害人的傷害也非常的大 所以關於這部分 網路業者的下架義務非常的重要 那才能夠真的完整的保障被害人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性隱私犯這個類型 我們就把它整理成三個 也就是說 之前關於洩露他人的影音 這個部分 或者是說沒有經過他人同意而散播的性隱因 或者是上次我們所提到的的性隱因 其實都是一樣的狀況 也就是說對於受害者來講 不管是哪一種類型 這樣子的一個性隱私密的影音 或者是被辯造的 不管是同意或不同意 這樣子的散佈 其實對被害人都造成永久 而且嚴重的傷害 那這樣子來講呢 其實強悍被害人的權益來講 非常重要的是 網路上有很多求上車啊 或是要求分享影片 那這個呢 對於當事人來講 更是一種傷害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禁止大眾傳媒來揭露被告的姓名 或者是足以辨識身分的資訊 這部分呢 其實對於被害人來講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這一次的修法裡面 我們特別新增了第12條之一跟13條之一 最主要就是關於網路業者的下架義務 然後還有相關的罰款的處罰 也就是說在過去 我們沒有要求平台業者必須下架 而這一次在修法裡面 我們強化了下架的義務跟罰則 來要求平台業者 而之前我們提出的修法呢 在315之4 也就是說未經同意而散佈性 私密影像的部分呢 也可以除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最主要我們希望呢 我們的修法更完善 能夠建立一個溫暖司法 來鼓勵被害人勇敢的站出來 那藉由這次的事件呢 能夠把法令不足的部分能夠補足 那強化被害人在訴訟程序上的相關的保護 那我們也希望說被害人在場 還有陳述意見的時候呢 審判有相關的隔離措施 以免被害人跟這個加害人呢 在審訊的過程中呢 造成惡度的傷害 那我們也禁止性別歧視 來作為審判的原則 所以在這一次的修法裡面呢 我們最主要就是能夠補足相關的不足 那今天在場的呢 三位委員雖然都是男性 但是我相信他們對於女性受害者 在這個過程中所受到的傷害 包括許智傑委員也有女兒 也能夠感同身受 所以今天也特別來參加我們的記者會 那我是不是先請許智傑委員 來這個說明 謝謝 謝謝 謝謝佳宇還有易宇還有志偉 我們一起高配這個記者會 那對於佳宇的事情 當然我們第一感到非常傷心難過 二來當然我們也呼籲佳宇要堅強 那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將來如何去彌補社會 不要再發生像這樣子的一個傷害 所以就是這次修法的主要內容 就除了性侵害之外 我們特別重視的就是性隱私部分 我們要如何的防治 所以剛剛佳宇提到的就是說 網路的平台有很多的業者 他會覺得說這個內容 不歸他管他只是提供一個平台 但是這個內容 就跟我們在放電影 他可能有一些限制級的電影 目前你就是看到 就是高佳宇針對了 這整個世界他特別召開了記者會 以一個曾經這樣子被害人的角色 呼籲很多的法令 應該要修改 接下來我們要為您來視訊連線了 我們的前台北市副市長李永平 永平姐你好 早安 永平姐有聽到嗎 早 大家好 是 要跟您請教 剛剛我們都看到了高佳宇針在 此時此刻他們剛剛召開了記者會 針對一些相關的法令要做一個修法 永平姐怎麼看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這件事情 扯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案外案 當然我們先來關注 今天早上剛剛最新的記者會 他提出的種種我們台灣有相關的一些法令不足的地方 同時這個旁邊也有不同的 包括立委來站出來 一起來共同召開來聲援 您怎麼分析 是 首先當然我想 今天這個記者會呢 還有這個修法的行動 算是這個讓大家很震驚 遺憾難過 而且對台灣社會有很多檢討之中 比較正面的一個發展 因為這次的受害者是一位女性的立法委員 那當然這個事情呢也說明了 其實在台灣現在整體上 這個性暴力還蠻猖獗的情況下面呢 即使連大家覺得說走在檯面上有公權力 甚至可能是比較這個屬於強悍一族的女立委 也無法倖免 可是在這樣子的一種情勢底下呢 當然對女性來講會覺得很恐懼 那特別是高嘉瑜事件發生之後呢 我也聽到了不少起跟高嘉瑜年紀差不多 或者是比她更年輕一點的女性呢 也面臨了跟她非常類似的一個處境 而且現在因為科技網路傳訊工具的不同 所以呢這個網路散播 是不是利用扣住私密影片呢 然後可能要對不特定的對象散播這件事情的恐嚇 這個對於女性來講呢 是更是真正的恐懼的來源 所以如果說能夠利用這次 大家把法律修整起來 讓法德更嚴明 特別防堵了很多網路傳播的漏洞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正面的發展 但是我誠懇的呼籲 因為高嘉瑜這個事件 引發出來的很多的面向 現在還沒有處理 包含林秉書可能是暗黑網軍投的這個角色呢 其實網路網軍也還有很多修法必須防堵的道路 那這些道路呢民進黨未必願意做 可是在野的立法委員應該聯合起來 所有不願意受網軍荼毒 受到網軍迫害的在野黨的立委呢 應該趕快提出相關修法的行動 這道路 是